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国战的玩家都在知道 玩身份的玩家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以前的猎工了 是吧 好 废话不啰嗦 咱上来低调 前面两位也都低调 就是我们的下家很不厚道的 把我们的寒蜜剑给拆了 好 咱们我们还你一个字 我忍 好 大家一继续低调 有没有先亮的 哎 来了 终于有个六毫尾亮了一个陆续 估计是为了木楼玛 看见木楼玛就不管那么多了 亮出来之后下家跳了个飞舞 对着陆训就是一顿暴打 是吧 国战里面总会有人 比较冲动的 你跟他不是一边的 不是无国的 你就能打他吗 说不定人家是你小势力同盟的 七号位显然论斗星 不管那么多 是吧 就是不要怂 就是干 好 大家干得飞起 咱们一览摸牌 气牌过 就有我的QQ群里的朋友们调侃我的ID 破木为祸 是吧 有人说干脆我的ID应该叫做叛魔气过 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意思 好 我们的鲁术鲁迅果然 名不虚传 一上来就把夏家飞舞打死了 翻开使动作填锋群雄 好 那万一出现大五脸压或者大卫脸压的话 这两个人就相当于是内斗了 好 我们不管那么多继续低调 这个武器也从三尖两人刀换成了方电话剂 好 这边五号位给了一号位一下 不给吴国 是吧 感觉五号位是吴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 不管那么多 我们的底库已经被陆讯看了 魏国也比较论斗星 是吧 盯准了吴国了 说不定碰见大卫呢 是吧 好 张辽越境 就一个沙被八卦挡住 一个远交进攻把火烧连鹰给了四号 他觉得五号应该是跟吴国穿一条裤子的 好 我们亮了一个队友马超 看差不多咱该亮出来了 一共有两个沙 是吧 还有一个九 咱们方电话剂是一沙 可以指向所有的暗将和这一个位 是吧 而且别人是不能散的 方电话剂的话 如果四号位散了 后面就全部无法命中了 就相当于是沙就不管了 但咱们有猎弓的存在 现在猎弓连配音都没有了 在国战中是没有中这种配音的 是吧 估计是这个身份局的修改造成的 等一下这个暗将果然是个吴国 被我们喷死了 这个鲁树也被我们搞死了 我说过这个吴国 他亮将是在我们这个杀指定了多个目标之后 两个他如果早点亮 我们就只能杀两个吴国中的一个了 是吧 因为他还有这个魏国的也是 他如果早点亮 我们也不能同时杀 吵到夏侯渊跟张辽越境了 是吧 我再次说过这个新版本对鼓励亮将 那是绝对的做的到位的 是吧 因为孙策跟夏侯渊 曹操比较猥琐 使得我们张飞黄中拉起方便马鸡 就全一起干 直接五连斩 是吧 可惜田锋董卓被都迅鲁树拉下了 否则咱就六连斩了 是吧 好 当然我们也可惜江维马超是我们一边的 否则咱一起管他 那么多全部剁了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感谢这位主持人叫做新帝 新帝 大家投稿 好 第二局咱们又是大帝之鼠 选择了月英跟江维 这江维是放在副相的 这是属于我们的小三 是吧 把战人谋夺了月英老公诸葛亮的位置 我们也能关心 也可以跟蜀国的第一核心月英玩在一起 是吧 实话说继承师傅的遗志 我们也继承师傅的老婆 这位主持人叫ID宇宙第一火速 这个相当的霸气 感觉他的录像 好 看我们是八号位 手上连个伞都没有 还好一号位比较的低调 直接盼摸起过 是吧 好 二号位好像也是做着同样的动作 三号位 两个水淹七军 哎呦 直接一打A 这一打还打对了 是吧 把一号位打出一个卫过来 他忙翻了七号位 真是感谢他 对我们那是真爱 是吧 真是真是把七号位这么一翻的话 你看 我们自然就不会遭到七号位的进攻了 但我们的队友好像要被K了 是吧 这个三号位 小胖是我们的队友 这个沙被曹操给吸了 卫国已经晾成了大卫脸压的前奏 好 曹操故意还要再放一次 咱就得打无蟹了 要不要打无蟹亮将呢 好 这个登无限可及 果然亮了一个极致 那我们也是啊 这个输国 结果 曹操不客气的把我们给发了 是吧 那我们只能这个等一轮了 但好在小胖 只要他没死的话 他可以放权我们 哎呀 他还是旁边是他老妈啊 这个苏贞啊 又给我们苏胜 对 苏胜又给我们摸了一张牌 是苏胜摸的牌 还是神志摸的牌 苏胜摸的牌 好 这边亮了一个孙笨啊 开始打卫国 现在已经有三个卫国顺本挂上了玉席 那么卫国头上的大势力标志就消失了 这个单一的五国成了大势力 好 张格这一偷要罗吗 他决定不罗啊 开始对我们直接出牌 把我们加一码啊 摸去了啊 涮离痕 好 这边二号位动不动 一个火弓也跳了一个飞位啊 好 看来样子 只要七号位不是位 那就没有形成大势力 好 这个是个群雄 要杀死寻遇离点的节奏 就是没有成功 好 刘小胜会放权功 哟 这还有个离剑啊 这个厉害 来了一个珠连闭合 女部貂蚕夫妻党 哎呀 果然这一个放权 还同时发动这个这个 说自己的神志和殊胜是吧 好 咱们都亮了 来关子关了一个桃子啊 然后这个无中生有极致 怒力同心 这个是绑所有的小势力啊 如果选绑大势力 我们只能绑一个 绑所有的小势力就把自己也给绑上了 那所以我们挂上了白云狮子啊 非常正确 然后再一个火杀 甭可惜没绑上他啊 这家伙是有藤甲啊 不过也好啊 绑上有藤甲 我们的这个这个刘善甘夫人就救不来了 或者咱们可是要弃光的 好 咱们给他一个桃 他还可以给我们补一张牌 这是很不错的 好 咱们这个暴力的这个铁锁火杀啊 那一下子干涉了一个位 看第二个位曹操死了没有 他只求一个桃没有死 是吧 看这个这位暗将也没有死 那咱们有两个邪天子以令诸侯 是吧 可惜玉玺不在我们手里 那怎么办呢 把玉玺给拆了啊 玉玺一拆 卫 鼠就都是大势力了 我们也是大势力 我们可以邪天子 同时还可以弃白银四十回去 是吧 这写完天子之后 哎呀 这关子锦囊很多呀 都放这里 是吧 这万键齐发 摸两个万键齐发一开 还可以极致一个是吧 另外一个无邪格机也到 我们手里来了啊 好 这个八卦 我们刚才好像已经关过了 是吧 判的是黑 还是没关是一个随机出现的啊 我忘记了 这理论上应该关一下的啊 刚才可以是关五章 好这个八卦很顺利的判黑 咱们无限了一下队友 草草死了没 死了没 啊 死了没 哎 死了啊 是吧 然后这个鲁 鲁树跟孙奔啊 虽然没死挂个藤甲 但也是一滴血啊 很迟早 把他收了啊 好 这个草皮行伤行得很happy啊 他别让他反打呀 是吧 这个乐不死主是乐不住草皮 张合的啊 好 自己自闭一看 哎呦 还真是大卫啊 但是这个大卫已经扛不住了啊 好 这一个方列画剂 指定啊 所有的非蜀国目标啊 正好你这个位没没量啊 咱们就一起打啊 好 八卦这失效 咦 但是好像没有造成啊 伤害还是被散了哦 这被方列画剂被这一被散了 后面的都无效是吧 好 咱们继续邪天子啊 要把长期一个稿子吗 决定还是不要了 全部拉在底下 一个锦浪没有悲剧 咦 那还好随机摸了一个过河拆脚 这一拆要搞朱雀与扇摸 果然啊 这一个才过来一个挑衅 哎 这是没有用朱雀与扇啥意思哦 我们还想什么房电话机都带上 是吧 我们知道潮皮肯定会散开啊 打这个这个吕不貂蟬 他没得散了是吧 叮了一下吕不貂蟬 倒下了啊 这个孙奔如素 估计要倒下了 还有这个暗将 我们知道的是张辽啊 他有没有伞 他反正是最后一个结算 即使前面 这个前面两个都没伞 他反正有伞没伞 他都得为这个杀买单 好 其实上所有的势力都被盖掉 他只有这个这个潮皮一个人了 把这个吊狐狸山 纯粹就是为了摸牌 哎呀 来了个诸葛连弩 还有最后一张杀 这决定不杀了吗 不杀人家会 哦 这是还有一次行动 都快忘记了 刚才是放权回合 这回是我们真正的回合是吧 这个挑衅呢 肯定是白挑 反正咱们伞有多的 那开个五五封灯 极致一下 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拿一个无限 再无限一下 张和潮皮 再摸一张牌 看看哎呦 又摸了一个杀 看这个杀能不能把这个潮皮 跟张和给杀死 他们这俩 别看他有16张牌 他手上的闪九桃并不多 这样 啪的一下 只要八卦盼黑就搞笑了 这还幸亏八卦盼黑 否则人家16牌启动 很有可能会打死人的 打死人的 真到真到单挑的话 我们还不一定搞得过 因为到后面关心 只能看的比较少了 是吧 我们看看潮皮跟张和的牌 看火烧连银 乐不私属借刀杀人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火烧连银就够不受了 是吧 还有水淹七军决斗 如果刚才不是八卦盼黑的话 我们还真有可能被潮皮 张和来一次反打 但是我们这次 黄远铁 邪天子 以名诸侯 这个激郎用的非常的漂亮 但正好是大势力 加上放权 加上邪天子 既然我们移动 那就是停不下来 好 第三局终于不是大敌之暑了 我们是吴国的了 是吧 这个选择我们只能选吴国 我已经看见了吴国的第一bug组合 这还不光是吴国第一bug组合 这是国战第一bug组合 当年国战新出来的时候 这两武将是被我们禁了的 是吧 后来面纱是被禁的 后来网上改了一个春规 这个博士只能用四次 稍微稳固了一下 再削弱了一下 这个bug组合 好 我们一看队友二张 那急急忙跳出来 开了一个车令 它叫赤令 你有人纠正我了 这个字练赤令 是吧 好 这个赤令一开 大家纷纷亮架 咱们看样子是大 大吴脸压局 已经有三个了 再量一个 来了 是吧 大吴脸压 结果发现峰回路转 就外面亮了四个吴 咱们亮了成野心家了 我那个去 这下子有点麻烦了 待会我们要跟另外三个 这个盟友来进行 这三个人肯定都不是跟我们一个势力的 是吧 只能是短暂的盟友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有点检距了 好 那这边吴国就不用管了 直接捡软柿子猎 赶紧打 谁都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已经有四个了 大势力来了 咱们没有给登岸搞一个无蟹 甚至不扣道 是吧 你看我们没有给登岸打无蟹 登岸朝红去给了我们一个八卦阵 这个感觉非常爽 毕竟香香 要的就是要的就是装备 好 我们的这个徐树小乔 这一个九杀 本死了没 千万不要死 要厚得住 现在我们谁都不能死 大家要同仇敌害 在蔡文基赶紧来背歌 这个决斗 我们无蟹终于打出去了 哎呦 结果他来了个斜天子 已经出喉 又是一张杀 刚才九杀都没得散 这张杀估计没戏了 登岸 登岸这一个屯田 大家记住 这个登岸是放在这个副将的登岸 是吧 所以说他是这个资粮他的技能 他是这个田是不能当顺耗千阳用的 好 这边放了一个 来了个袁绍 方黎化姬要来个一杀多吗 哎呦 他还多指了我们一个 是吧 方黎化姬 方黎化姬面对大势力 没有任何作用 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他四个 这四个大努 方黎化姬只能打一个悲剧 好 这个郭柔拆角肯定是拆贯神斧 呦 结果被无蟹了 然后这个水淹七军 这下的贯神斧 周瑜还是觉得不能 不能弃 是吧 一定要拿在手里 这个离剑 啪 周瑜压到依序 但是压了周瑜的血线 人家配合二张 但是不是特别害怕 哎呦 不过还是有意义的 这毕竟是黄盖 跟周瑜一伙的 是吧 这个啥估计周瓷跟袁绍要挂了吧 果然挂了 马上就要面对一个 这个以扫打多了 这个怒力同心 还把我们全部捆帮play 这个反剑 然后再一气牌 三二张固阵 内修 晚上固阵 安邦 孙坚目前还是白板 不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将 是啥 哎呦 这个火烧力 悲剧 又一个群雄要被烧死了 一个断肠 孙坚 他断肠 是只能断亮的将 是吧 不能断暗的将 是吧 或者是他是选择的段时间 我们玩国战玩的少 不大明白 好 那这时候不用说了 既然是这个二打四 那我们必须要发挥路向 路讯箱 或者叫路向的bug之处了 是吧 这是AOE基本上全到 我们手里了 一个蓝蛮路心 还有一个蓝蛮路心 你弹呢 倒是弹呢 你还不敢弹 咱再放一个蓝蛮路心 看你弹不弹 咱们反正逃得多 你有本事 你就弹 是吧 咦 这个他们选择弹 这个孙权孙坚 这个有点意思 好 这个路里同心 全部把大势力捆绑起来 拿桃子继续夺势 继续削机 借刀杀人 看把这个刀再抢过来 再来做夺势 连勋正宴 这个技能技能终于用了一下 这是小势力 直接互相 互相发财的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用 对到大势力用 这大势力用 你虽然摸四张牌 但是这边 每个五国都回敌血 那个代价是你承受不了的 是吧 你看五国的桃子还是够多的 咱们还有结音 跟这个魏国帅哥们来上一发 好 二张终于斗墙了 希望不要把他们打死 咱们有两个桃 一个伞 你不知道撑 撑不撑得住 这个调虎离三 铁锁连环 哎呦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武将 陈武董席 是吧 他的技能 如果他发动的话 我们就看一看 他是恒指 那一名角色 然后再把自己恒指 然后再弃所有恒指的人 那一张牌 他选择五脑发动 结果把队友的一个桃 弃了 是吧 这个生权瞬间表示很无虑 好 曹洪 灯爱来一发 最后一个杀 可惜这三个钱都用不了 这是一个悲剧 是吧 还不如把灯爱放在主将的 他可能想着多一个上限 也是很好的 好 这边突然不杀了 可能觉得杀 他可以把这个手上资的凉 拿下来划不来 干脆弃牌 好 这个二张说你想多了 曹洪肯定死 好 这一个反剑 咱们没猜中 掉了一滴血 还有两个桃 好 这个邪天之以令诸侯 他有玉玺 这个有没有玉玺 他都是大师 对吧 挣扎吧 咱要猜对 这神奇的猜了一个梅花 看来这个桃 还可以抵挡孙权 跟孙坚一下 如果孙权孙坚有两次伤害 就没办法 断杀了 一次伤害都没打出来 反而让我们搞了一滴血 那咱们赶快 这个桃子也只能用来夺势了 这不多不行了 咦 常常有无限毒条 居然没人无限我们 那你不无限我们 那咱们就开始了 是吧 这可以搞四次 就来了一个红杀 再搞 把神奇的诸葛连弩来了 咱们就开始玩起 铁锁连环 大家都捆绑起来吧 这个雷杀 就用曹红 就拿曹红灯盖开刀 是吧 啪了一下没死 这个死了没 要求两个逃 孙权瞬间倒下了 我们一下子摸四张牌 那红牌又来了 是吧 这红牌玩的过程中 又来了正儿八经的 以一代劳 我都不记得我们玩了几次了 应该有三次了吧 估计还可以再夺一次 就差不多了 现在万剑七发也来了 正邓爱 曹红 那人头 我们肯定也是要的 之前徐顺小乔的人头 咱们拿掉了 啪啪啪 又收三个牌 周瑜 那人头我们也拿下了 是吧 诸葛连弩 以康 然后还可以夺一次吗 对还可以夺最后一次 是吧 再来一个决斗 甭 二张干掉了 然后再挂上诸葛连弩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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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哎呦 我们还鞭尸了一下 先先来上一发 满足一下下半身的欲望 再把曹红灯盖给突死了 给了这就算 这就是传说中的安乐死了 好 我们在主持角 ID是这个叫豆腐恩赐 这个非常有意思 处在一号位的我们 被二号位的开车令 直接变成了野心家 咱们本来想加入大势力敛牙 结果把我们变成了 最孤独的野心家 那咱们不而不弃磊 不放弃 完成了这个利息 也同时体验了 这个陆香 这个陆讯孙上香 在国战组合中的bug之初 好 再看最后一则 是吧 那个国战 目前来说 应该是魏国跟群雄的胜率比较高 吴国跟蜀国比较悲剧 尤其是大地之俗 但是这一场我们再来看 一个大地之俗 张飞跟黎夫人 黎夫人 那个王国战的玩家可能很熟悉 看我视频的玩家可能不太熟悉 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的技能 这是三血 当然不叫三血了 国战里面叫1.5个 叫做什么三沟玉 三沟玉两技能 是吧 第一个技能叫龟秀 你明知持武将牌时 你可以摸两张牌 当你移除持武将牌时 你可以恢复一点体力 移除这个武将牌 啥意思呢 第二个技能纯势 初牌阶段 你可以把自己的武将牌移除 变成一个士兵 是吧 然后指定一名角色获得永绝 这个永绝是 多与你势力相同的一名角色 与其回合内使用的第一张牌为杀 则该角色在此杀结算完成后获得之 如果你没有获得永绝 则获得的永绝的角色摸两张牌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尼佛人就相当于牺牲自己 然后变成一个技能 是吧 好 看看他的发挥 怎么样 一上来叛摩七过 什么经典的 三合卫也是叛摩七过 一号卫亮了个恐龙 那又是子王 鼓励大家亮架 因为不亮的话 是不亮光的话 是对他造成不了伤害的 好 吃令来了 咱们也就亮了 既然有同盟 是吧 群雄已经亮了三个 大势力 就是群雄了 马上就要遭到一堆人的围殴 简单来说 会遭到属无的围殴 卫国 这三八位没亮 十九八九是有卫国的 哎呀 这个杀危险 幸亏张角雷击失效 好 这个张角行动 貂蝉张角 目前来说 他没法离间 大家发现没有 咱们全亮的是旅将 这个飞群雄角色 全是旅将 哎呦 这下子 屌了 这边亮出了一个旅部张任 直接把这个黄月银的副将关羽 我们的光二哥给穿心了 变成蓝士兵 这是悲剧 好 这时候这个月镜 亮了一个卫国 离点月镜 株连毙和 毙了一滴血 是吧 这个三个位如果再是群雄的话 那就是大势力 大群雄的想玩碾压了 好 这是一个杀 没杀中 反而被换了一个桃子 恐龙看似这么个搞法 直接弃牌 分牌过 估计全分给这个鲁布的意思 给了一个杀给张角 然后用来改判 好 我们也就亮了 咱不亮的话是打不了恐龙的 咱们直接移除了 我们的弥夫人给黄远英存四 你不是有一个士兵吗 咱们给你多一个技能 永绝 是吧 啪的一杀 杀到了 这个杀黄远英是可以获得之的 看看 咦 第一张牌可能不是杀 没注意 好 这一个连续的杀 爆死了 是群雄的恐龙跟华驼 咱们受长度所限 咦 咱们有长度 却没有继续打群雄 去打这个魏国的离点月经了 咱们还是先防大魏 好 这边七二位表示你怎么不控控案例 我们估计提前觉得可以打死群雄 所以先把这个魏国打死 这个群雄离开了 桃子都不吃 好 咱们现在又有杀 把这个暗将杀到医学 然后要不要邪天子以令诸侯 也可以 咱们还可以再动一次 好 咱把伞弃掉有点夸张 不弃伞就舍不得桃子 估计是这个想法 哎 还干死了一个群雄 现在咱们变成了大势力了 是吧 马上吴国跟群雄就要联合起来打我们了 可惜我们的子弹也打光了 这个小乔一下子给吕布张任补了N多牌 这个无邪可及 咱们要一个反无邪 让你出个杀 你死 没死 哎呦 小乔直接出桃子 保护吕布张任帅哥不死 自己被冰凉存断了 好 那看黄云英能不能打一波 这个勇爵 哎呦 挂了个玉璽 这个玉璽对黄云英来说绝对是好东西 是吧 哎呦 这个决斗完了 咱们另外一个张飞也被这个决斗给穿了新 大家看见没有咱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属 男女士兵 双士兵组合 咱们没有了什么技能 就靠咱们的白板摸牌 好 这个乐不世俗来了 咱们乐摸牌 起牌过 盼摸 起过 小乔 来 这一个杀还黄云英发飙吧 有玉璽的黄云 那么起起之爽 我们看就知道了 摸三张牌还可以直接极致 一上来摸四张牌 因为玉璽还有一个效果是使用自己之笔 自己之笔也是锦囊 黄云英可以极致 所以他一个人就是摸四张牌的存在 是吧 所以我们在摸牌量上已经超过了另外两架 虽然咱们的技能不行 没有技能 但你女部的这边也没技能了 这张人现在已经废了 是吧 这相当于只是一个单女部 这边只亮了一个单小乔 还有一个暗将不知道是啥 好 我们看小乔要不要亮 他说神将来了 原来是卢大师 这样子一个号师 火烧 火烧联营 还是有点厉害的 他给完了之后 又就这个已经换是个啥意思 搞得女部打了一堆使命号 好 那个黄云英表示毫不在乎 咱们虽然关羽没了 但每逢个摸四张牌 吓也吓死你 是吧 这一个以义代劳 咱们换一换牌把两个剪一码 切了 这个知己知彼 酒 杀 呦 好 估计是酒太多了 好 这斜天子已经做漂亮 又是一个回合 他又摸四张牌 摸三张是预起效果 第四张是极致效果 哎呀水盐齐薰 漂亮 这一个替我挡着 别把我们弹死了 咱们桃子多 你是弹不死 我们的观世符也拿了 来一个杀 好 我们已经占尽优势了吧 别看着我们要死了 咱们现在就怕 就怕这个这个乐不思索啊 这个无限你让他猜呀 一定要保 保乐不思索呀 是吧 千万不能被乐呀 好 终于八卦给了力 挡住了这个女部的九杀 咱们杀 等 死了没 没死 好 那这个勇爵来了 这个杀击乱完之后 咱又把这个杀给拿回来了 好 再一个邪天子 引领诸侯 又可以出一个杀 可惜 不是伤飞 那这个勇爵的发动 又让我们把这个杀给拿了回来 还是很爽的 呦 但是这个鲁树又是一个帝王 这黄银表示 咱要那么多牌干嘛 这每回合摸四张 这个要牌都 有没有牌都无所谓 这个杀还没死 这个吃桃子 鲁布张人还可以再蹦打一回 这又是一个杀 八卦一盼 还是被杀中了 但是他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效果了 是吧 这陆力同心 咱们没用 把这个策令 火攻又失败了 好 杀了他一刀 咱们这个木楼马从来不想着往黄银 是不能传 我说错了 不是不想着往黄银身上传 是不能往黄银身上传 人家装了玉玺 玉玺跟木楼马是同样 都是宝物 是不能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方面区的 好 我们黄银终于靠着强大的购牌量 鲁布张人干死了 替我们三个人报了仇 替我们的弥腐人 替两个人报仇 说错了 这弥腐人是我们自己选择离开的是吧 替关羽张飞报了仇 好 那样鲁树小桥 好像还是很屌的样子 把我们弹的已经没有桃子了 没有桃子心还是有点虚的 敢不敢杀 四十八九不敢 先来个远交进攻 一个顺手牵羊 没算一个蓝蓝鲁星 咱们活出去了 哎呀 这甭了一下子 有没有桃呀 还没有 没有桃 这最后一下子尴尬了 是吧 真是尴尬了 现在变成这边 鲁树小桥也是摩四章 但他摩四章是有条件的 黄鱼摩四章是没有条件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还是站着优势的 有本事就谈那 打完之后 表面的一下 不招联姻 你看这次的诸葛联奴来了 月鱼终究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把就给大家看一看 比较有趣的双士兵 一个时候咱们弥腐人 你看或者 这个获胜的时候 金的那个胜利画面 都显示了男士兵的胜利画面 这明显是性别歧视 咱主将是女士兵 居然显示副将男士兵的胜利画面 是吧 这把是大地之鼠 不靠技能 两个士兵获胜 当然也不是完全如此的 真正流逼的 是装了玉玺的黄鱼 大家见到每回合摩四章 加上一个无损的知己知彼 相当的霸气 好 主持人叫艾蒂 唱诗般的引诵 感谢他的投稿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东兴之战 是吧 上期看到这个丁凤 或者是丁凤和他的一中一众队友 玩了一招血液奋短兵 这使得兵力处于烈士的卫军 体现这个放松了警惕 以为对方来的是没穿铠甲的扎牌军 自己的正规军以烈士兵力可以对抗 结果上当了 被这个丁凤他们杀了个人羊马翻 但是根据丁凤的传记 这只是干掉了敌人的头臀 是吧 打败了敌人的先锋部队 那这个卫军是怎么样 这个崩溃的呢 据说当年的胡尊跟诸葛站 在东西有7万兵 诸葛克只派了4万兵 这样的优势兵力 玩为连打员 怎么就完整了这么个惨状呢 是吧 这个因为这个留下的资料太少 我们只能这个开脑洞分析一下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地图 这边就是东城 这边是西城 这个血液粪短兵 是发生在这个东城的 是吧 可见 这个这条如虚水 现在叫玉溪河 以前这块叫如虚水 这个如虚水是隔开了魏国的军队的 一部分魏国的军队是在西边 这个和水的西边 一部分军队是在如虚水的东边 他们之间靠啥联系呢 他们是靠着浮桥 什么是浮桥 浮桥一般是靠这些船 底下是没有这个机的 这个坚石的大桥 是直接是这个底下有柱子在湖底 支撑这个桥的 而浮桥是靠这些浮在水面上的船 作为支撑 然后上面扑上板子 是吧 这样的桥叫做浮桥 好 那这样用浮桥来连接军队 这种玩法是非常危险的 当年在这个 当年在这个 那个曹丕进攻江陵城的时候 下河上打败诸葛景 就是玩的这招 当时他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进攻 那个时候水到浅辖 水到浅辖的时候 这个大东卫的船 无法开到这个水里面来 是吧 我们的下河上就利用这个机会 搭了浮桥水入并进 打败了诸葛景的军队 这时候朱然在江陵城的朱然陷入了内外断绝的困境 我以前砍过 但是朱然很屌 认识坚持到了 这个几个月 一直坚持到了春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浮桥的烈势就显示出来了 董昭听说下河上玩浮桥赶紧告诉曹丕说不能这么玩 这水一旦一涨 浮桥就完了 是吧 下河上赶紧撤退 十天之后江水大涨 这些这个这个的曹卫的进攻就失败了 好 那现在这个东兴之战发生的时间又是12月大冬天 我们知道丁凤雪叶奋短兵 这是当时是下雪的 这种大冬天理论上来说 这里的如许水的水位不会太高 这也是为什么卫军又想玩浮桥的原因 是吧 这个浮桥连接两边的军队哪边被打 另外一边就会产生支援 这样的话 无军就很难取胜了 因为他们本来人就少 但是根据朱桓的传记 他的儿子朱一横给力 把除桥给烧掉了 给攻破了 是吧 具体的过程 他们实在是无法还原 那我根据你的猜想 可能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东兴D的修建 D霸 我以前以为D霸是一个东西 后来知道D是D霸是霸 这个D是沿着这个河水的流向修建的 这些这个公式 是吧 这种叫做D霸就是横断 这个横断这个湖面的这个蓝水大坝 那个叫坝 是吧 这个东兴诸葛克修建的是D 什么叫D呢 D它修建的过程 是把这个水位旁边 这个这个抬高 是吧 使得涨水的时候 不会淹到这个D后面的农田 但这种做法一般是使得这个这个湖相当于是挤压这个河流 就叫做这个历史上说是修东兴滴以鳄朝湖 这种湖被滴饿过之后 水位一般是会提高一下的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水位的提高使得注意的水军能够发挥出来 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血液粪短兵 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一下子把前锋部队砍破 这个砍败 使得这个魏国在东边的布局产生了一定问题 是吧 使于这边的陆军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使得这个配合注意的水军来毁掉湖桥 这个湖桥一毁 这边就麻烦了 就相当于是这个东边已经陷入烈势 而西边的军队已经无法过来支援 只能眼睁睁的看到东边被这个诸葛克 这个在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 把东边的军队包了饺子 是吧 这次魏军损失是相当的惨重 这个东吴这边吹流是杀了几万人 但我们知道这是 这个一般是要除以十的 至少是杀了几千人 然后这个军资物品也是丢了一地 这是吴军的收获是非常的大 这一下子使得魏军灰头土脸的回去了 司马斯本来是要想给自己长脸 加强自己的权力的 结果反而给诸葛克加强了他的权力 领导东兴之战 打赢之后 诸葛克的权力地位 那是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提高 是吧 之前我不是说过 他是以大将军泰富的身份辅证 在赢了东兴之战之后 他又多了一个头衔 叫都督中外军士 在三国里面听见了都督中外军士 那基本上就是权力的顶峰了 就证明所有的军队 这个国家所有的军队 名义上都听他的号令了 这个就完成了东兴之战之后 诸葛克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 他是一个比较进取的人 如果是诸葛景 在这个巅峰来了之后 他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 这个明哲保生为主 但是对于一个进取的诸葛克来说 他觉得他要创造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辉煌走向更辉煌 从一个小巅峰走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直到会当灵绝灵 那这个是啥意思 十九八九就是要取代 这个孙家的皇帝地位 是吧 个人的猜想 因为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往上走 拉死再往上走是啥呢 那自然就是天了 想当吴国的天子了 好 他要完成这一步 那自然又要加强中央集权 那也只能按照司马斯的方法 接着玩 不就是继续战斗 不就是继续攻城掠地 所以这次东兴之弹打完之后 祝克克表示 咱得抓住这个机会 继续进攻 为国争取把合肥新城给拿下来 大家知道网上嘲笑孙权的段子很多 是吧 尤其是关于合肥的争夺 我以前也提到过 因为孙权基本上是玩的是游击战的战术 所以很难把合肥城真正的攻下来 但是他也是这种游击战的打法 打得蛮宠 那是不堪其扰 终于把合肥旧城给毁了 在远离水边山市里的地方 修建了一个新城 是吧 当时孙权还很高兴的跑去耀武扬威 但又被满宠偷袭了一把 也是损失了一点小部队 满宠据说杀了几百个人 也就是几十个人了 好 那现在诸葛克 如果能把合肥新城拿下来 自然他也可以加强他的军事 虽然我们说过 吴国跟魏国的边境线是实力打出来的 你即使拿下来你也守不住 但是是可以吹牛的 这是绝对是很有意义的 当年213年曹操打如须之战 跟孙权干的时候 他也没有打败孙权 他只是打败了 攻破孙权的江西大营 然后当然撤退之后 这个大营又被孙权收复了 是吧 然后孙权表面上表示了一下臣服 炒的就足够了 回去就可以当卫公 搞加强集权 搞卫王这些的事情了 所以诸葛克 他并不需要 如果把魏国真正的打败 甚至并不需要占领更多的土地 但只需要拿下一个标志性的 可以当他的政绩的一个事件 就是攻下合肥新城 他就可以使他的权力再 跟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结果 这个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下期再来看这个诸葛克的滑铁卢之战